以下是与朝鲜叛逃者,人权活动家及书籍,为了生存的作者朴燕美的对话。 我们的赞助商包括Belcampo,Gala Games,BetterHelp和A.Sleep。 查看本节目的说明,以支持他们。 先说一些关于朝鲜的话吧。 1994年至1998年期间,朝鲜经历了一场饥荒,由当时刚上任的国家领导人金正日主导,他在1994年接替其父亲成为朝鲜领袖。 由于饥荒,导致大量人群饿死。 据估计,大约60万至300万人因此而死亡。 从所有历史上的饥荒故事中,包括我的家族历史,我认识到饥饿以一种能够摧毁我们所坚信的一切的方式,折磨着人类精神。 在90年代的饥荒中,许多人被迫食人肉。 想象超过1000万人在数月甚至数年的饥荒中受苦,总是濒临死亡的边缘。 我们不知道确切死亡人数,因为这些苦难都是无声,黑暗中完成的,很少有信息进出。 大多数人得在没有电力、无清洁水、缺乏医疗用品、卫生设施和食物的情况下求生。 朝鲜的宣传机器称,这一时期为艰苦的行军或受难之旅,并禁止使用饥荒和饥饿等词汇, 因为这些词汇意味着政府的失败。 现在,2021年,朝鲜当前领导人金正恩再次号召国家为另一次艰苦的行军或受难之旅做准备,导致全国边境关闭。 当我看到过去数十年中发生的暴行以及目前正在发生的不幸时, 我想到了数百万朝鲜人的悲惨沉默,想到了人类精神的折磨。 我想象一下一个朝鲜的孩子,本来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艺术家或作家, 但他们却因缺乏食物而变得消瘦,他们的身体逐渐腐烂,而他们的父母则感到无助。 我在和你的对话中情绪激动,部分原因是,我想起了我的祖母。 他经历了乌克兰饥荒,被意图制造的哈尔达默饥荒幸存下来。 这场饥荒是由斯大林故意制造的,导致四到十万人死亡,更多的人遭受折磨。 想象一下,如果你不参与食人行为,就会先与你的孩子死去,然后他们会被吃掉。 由于这个,许多人决定谋杀并吃自己的孩子。 可以想象,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他们所经历的绝望和折磨。 我不够聪明,不知道什么是邪恶,也不知道在善和恶之间应该划分哪条界线。 但斯大林、金正日、金正恩等人为了权利名利,愿意让数百万人儿童饱受饥饿之苦直至死亡。 我很少心怀恨意,但我憎恨这些人。 我憎恶这样的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憎恶在这种难以想象的残忍中,我所热爱的生命之美仍然存在。 这次谈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让我想起了祖母的痛苦。 但我也被她的爱所温暖。 爱给了我希望。 希望人类精神能够坚韧不拔,即使面对邪恶。 这是Zack Friedman的播客,下面是我和你,Park的对话。 Park,你能描述一下你从朝鲜到今天的故事吗? 就像你在2015年的书中写下的那样,加上你现在获得的生命、爱和自由等更多的思考。 哇,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我最初出生在朝鲜北部,我的父亲是党员,母亲是家庭主妇。 我有一个姐姐,我记得我出生在那个国家,我从未觉得我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国家。 现在我才明白朝鲜被称为封闭王国,但我认为我生活在地球上最好的国家。 那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天堂,全世界的人都崇拜我的理想领袖。 对我来说,无可羡慕。 所以,我内心充满了自豪感,并感激能在那个国家生活。 所以,这是对领导人的爱而不是恐惧。 至少对我来说,是爱,是所有的节制和感激之情。 虽然现在有些改变,但对我来说,当时的感觉是纯粹的,就像爱情一样纯洁。 回首往事,你觉得成长中的某些时刻充满了幸福感吗? 还是当时的幻觉? 就算不知道其他的选择,你还能保持快乐吗? 其实我不知道,比如在朝鲜,这是21世纪唯一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国家。 他们甚至不知道互联网的存在。 而且,我们连24小时电力都没有。 因此,我认为,不知道确实有助于保持理智。 所以作为一个人,你仍然能找到快乐的时刻吗? 我认为我的快乐来自家庭,没有别的东西。 虽然那些日子一直告诉我,家庭是我们的意义和快乐的来源,但我不认为,我曾经为此感到过快乐。 也许他们在这里,在学校里。 就像我学习宣传的时候,自豪感是来自于这里,最伟大的国度在这里,在那里,但真正的快乐却来自于和家人,朋友一起笑。 你现在还记得那些愉快或痛苦的童年回忆吗? 我想,你知道,每当我想起我的朝鲜之旅,有趣的是,那里没有颜色。 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没有颜色,大多数东西都是未铺气的,树木全部被砍伐了。 我们没有恐惧。 所以,人们砍伐树木来做食物。 但除此之外,就连我们穿的衣服也没有颜色。 所以回忆起来很有趣。 时尚方面呢? 我注意到从你现在的样子来看,你有非常惊人的时尚品味。 所以,与你在朝鲜的时光进行对比,你还记得流行时尚吗? 人们可以通过视觉表达自己的方式。 一切都很单调吗? 朝鲜语里没有时尚这个词,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 它甚至不在我们的词典里。 所以当然,我不知道维多利亚的秘密模特是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模特是什么。 所以当我出来后,我才知道模特是一份工作。 那是什么? 我现在还是很困惑。 在这里有很多工作,在朝鲜并不存在。 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朝鲜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也许您会说那里没有互联网,24小时电力供应是一种奢侈品。 那食物呢? 水呢? 基本人权呢? 我觉得当人们问我,你能告诉我关于在朝鲜的生活吗? 过去,我的回答是,我无法向你描述。 起初我以为是因为我的英语不好,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 其实那里就像是一个不同的星球,我们所拥有的常识在那里并不存在。 比如,人们真的不知道浪漫之爱,人权或自由的概念。 所以,当我回想起我的祖国时,就像你无法想象现在在火星上的生活一样。 那种差异,就像是我曾经的过去,而现在,这是我开始的新生活。 你现在几乎成了另一个人了。 哦,当然。 是的,我不得不说,我经常说我最喜欢的书是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 我已经读过这本书,不知道多少遍了。 所以,当我听说这是众多优秀书籍之一,我们有望谈论的书籍时,我真的很开心。 你提到动物农场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它是那本引领你逐渐觉醒的书籍。 或许你可以描述一下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经历了我所经历的事情,终于在多年后抵达了南韩。 他们说,金氏家族是独裁者,韩国不受美国混蛋殖民的控制。 而美国人,首先,他们不是混蛋,他们是好人。 然后他们说,你在朝鲜所相信的所有东西都是谎言,是宣传。 那时我15岁,我在想,如果我所相信的一切都是谎言,那我怎么知道我所相信的不是谎言呢? 这非常难。 我该如何再次信任呢? 我的信仰一片混乱,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 几年后,并就是那个时候,我读了这本书,就像动物农场一样,只是出于偶然,在图书馆找到了这本非常短的书籍。 我想,好吧,我很快就能看完。 当他们在结束这个故事时,就像最后一章,他们再也分不清是猪还是人了,那句话让我理解了所发生的一切。 他让我对我的国家,我的人民,以及自己经历的一切,有了更深的认识。 关于这本书,我可以说很多。 结尾是令人难以释怀的。 我想提醒你,虽然这是剧透,但你应该已经读过了。 如果你正在听这个节目。 在结尾处,动物们开始看向人类和猪,它们无法分辨差别。 然后会有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从动物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最初革命性步骤,到处逐渐的控制一切。 从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到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我相信是两条腿更好,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农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逐渐转变。 我认为这种逐渐的演变,就是指有一代人出生后不知道过去的事情,这让我最感到震撼的是,从自由到奴役,再到苦难和不公正的转变。 而动物们却不知道,它们也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 对我个人来说,我总是觉得和拖拉机这匹马很有亲近感,因为我是那种会一直努力工作,但却比较傻的人,我喜欢为里面而努力工作的概念。 悲剧的是,到最后,那匹拖拉机一直在为他人的自豪感拼命地工作。 尽管如此,它最终仍然被猪利用并送到屠宰场去,因为它已经没用了。 这其中有太多的悲剧元素,与我在苏联所看到的一切都有共鸣,在朝鲜则更加残酷。 但如果这本书中有一些希望的内容,那就是在苦难和逐渐衰退中,还是存在一些美好的瞬间。 当然,我认为,当我读完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时,感到最有意义。 直到那一刻,我一直对那个独裁者充满了愤怒,为什么你要像这样对待人类呢? 我非常愤怒,一直在幻想杀死它,报复我的父亲和它杀害的人。 但当我读到最后一章时,我意识到,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责任为我们国家创造这个反乌托邦社会。 最初的动物们,在看到第一次执行时感到害怕,然后,它们就没有再尽好自己的职责,没有继续发问,而是因为害怕而沉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开始明白,我的外婆知道生活可以有所不同。 我认为,朝鲜人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压迫,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独裁者的奴隶。 其他人知道自己被压迫,并不是事实。 在美国,很多人认为自己被压迫,但其实并没有。 你们甚至不了解压迫的定义。 这就像新动物来到时,新动物完全不知道生活可以是什么样子。 他们没有可比较的选择。 而我想,我的祖母知道这一切。 为什么他们不采取行动呢? 因为他们害怕,沉默不语。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些了解真相,但害怕说出来的人需要勇气,而那些甚至不知道,情况可以变得更好的人则更可怕。 这也是我经常翻阅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因为它用动物来代表具有人性的思想,以此探讨人类黑暗面,而不会被淹没其中。 你提到了愤怒,但我看过你的采访视频,你看起来非常冷静与自信,不仅仅只是在采访中,也包括你在Instagram上展现的样子。 你似乎与世界和平共处,但在私人时间里,你是否会感到愤怒、恐惧、沮丧等负面情绪? 你是否能够放下曾经的世界,并且摆脱压力? 尽管我每天都谈论朝鲜,也仍在营救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人们。 有时我的营救行动会被发现,并被迫停止,但我仍会继续。 所以,当我与选择不参与活动的姐姐交谈时,她已经忘记了大部分事情。 而我则喜欢记住所有的一切,因为这让我更珍惜现在的幸福。 有时候,我想说,这也许是因为当你长大的时候,没有人是外来者,每个人都在受苦。 你应该没事,对吧? 但是,如果你在那种程度上受苦,即使没有比较,就像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我敢肯定没有人比他们过得更好。 他们一定很苦。 完全一样的感觉。 我受了苦。 但是现在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比较,对吧? 获得那种视角。 但事实是,我仍然有不能起床的日子。 我真的希望,当埃隆·马斯克谈论下载你的大脑时,技术能够发展到,可以下载我某部分记忆,然后我可以将其删除。 这会好很多。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但如果我来找你,如果埃隆来找你并说,我们可以删除你的某些记忆部分, 你会这么做吗? 有些日子,我肯定会这么做。 我妈妈百分之百会这么做。 我姐姐也会这么做。 所有其他的叛逃者都会百分之百这么做。 对我来说,我犹豫了,因为我是一个证人。 所以,如果我删除那一部分,我不知道这有多真实。 但这是痛苦的。 在我发表演讲之后,我感觉很好。 但是不知怎么的,我却感到沮丧。 有时候,如果谈话非常紧张,我会沮丧三个星期。 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充电。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维克多弗兰克是一位写过活出生命的意义书的人。 他谈到了大屠杀,还有一些方面,即在那些苦难的时刻,你仍然可以发现意义,仍然可以从最简单的欢乐中获得幸福。 就像在挨饿时,一小块面包就能带来无限的喜悦。 这种体验让你对世界有了清晰的认识。 就像经历苦难,让你能深刻地体验到快乐和爱,也能同情其他人的苦难。 它几乎就像将你拉进其他人类一样。 这把双刃剑斩痛着我们,因为最高兴的时刻有时是由痛苦所催化的。 而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是很困难的。 二战中,士兵们遭受痛苦,但他们却体验了最亲密的兄弟情义和纯粹的爱。 很烦躁,我们的大脑会这样运作。 爱需要经历艰难曲折,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在我的经历中,我学会了如何生存,学会了什么时候不该信任别人,什么时候该逃跑。 但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不断学习成为一个人类的含义。 我想,那可能是我一直在学习的最终目标。 我仍然不完全知道它的意义,但我确信,有时候痛苦是必要的,人们才会感激,甚至快乐起来。 所以,我经常谈论爱。 你提到浪漫爱情,我对爱情的许多方面都非常着迷。 但你提到,在朝鲜禁止了浪漫爱情。 你现在对爱情有什么看法? 爱在生活中的作用是什么? 你认为,为什么在朝鲜被禁止呢? 关于朝鲜的悲惨之处,不仅仅是禁止莎士比亚,我们甚至不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什么。 我们的电影从来都不是关于爱情故事的,而且还禁止母女之间,夫妻之间和朋友之间的爱。 他们否认了你的人性。 在朝鲜,我唯一知道的爱就是对领袖的感情描述,而且只能以书面形式出现。 现在,我开始意识到,人生中有很多种爱。 我相信你也热爱科学,但想象一下,如果你被拒之门外会怎样。 人生中有这么多爱,但在朝鲜,所有这些都被否认。 对我而言,爱就是推动你前进的力量。 比如,爱你的孩子,爱你的父母,爱你的朋友,甚至是爱你自己。 这是被否认了。 所以我想,很多人说爱是一种选择。 但是,那你为什么活着呢? 我认为我们活着是为了爱,而且,它不一定是浪漫的爱,它可以是任何事情。 但是,在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中发现爱,我认为那是一个目标。 我认为,那是人们在某件事情中找到意义的时候。 是啊,我认为,浪漫的爱只是一种东西中的回响。 是啊,科学,我喜欢科学,我也喜欢机器人,所有这些东西。 而且听起来,不管是否故意,朝鲜政权想把人类精神中非常深刻的部分引导到领袖身上。 是啊,这就是全部。 那是他们允许我们害怕和了解的唯一一件事情。 所以我记得,我是说,你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他谈论双重思考和双重言论。 谁控制语言,谁控制思想,为什么他会谈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消除了很多词语,对吧? 现在,后来一个词可以代表十个不同的东西。 而且让我着迷的是,人们可以有多少词汇含义。 当我出柜的时候,我记得我去了旧金山,有人来抱我。 然后他是个男孩子,说,哦,宝贝,别担心,我是同性恋。 我想,什么是同性恋? 然后,我真的不得不去旅馆房间里,上网搜同性恋。 然后我就知道你的意思了。 就像那样,他们否认了,那究竟是什么? 我敢肯定朝鲜有同性恋者。 我敢肯定有这样的人。 但你不知道他是什么? 就像那样,他们消除了词语。 所以你知道这个概念,那个比其他更好的留存。 很多人喜欢这个,因为当你出生时,你不知怎么就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自由。 而且,这都是有人教给你的。 就像这个东西,为什么人们说,哦,人类天生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压迫? 不,那是胡扯。 你得学习。 这是有趣的事,词语引起了思想。 所以像一个孩子,学习正义和自由的一种方式是先学习这个词,然后问,什么是他? 是的,这是一个概念。 如果你没有这个词,你就永远不会有第一次的火花,引导你对它产生好奇心。 这很有趣,掌握了话语权。 然后,你的思想,你掌控着思想。 有这么多的回声。 我的经历非常不同,但也许非常相似,这是我家人在苏联的旅程。 因为有国家的爱,有人民的自豪感,就像你对家庭的整体感到自豪一样。 但我想知道,这有多少被宣传污染了? 我认为很多。 肯定是的。 直到今天,我一直在想念我的父亲,他在中国去世,遭受折磨后去世。 他想在此之前回去。 但如果你回去,你会被处决。 而他却说,我想被处决。 他想回到朝鲜去。 这样,他就可以被埋葬在自己的土地上。 最后一个愿望是,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骨灰带回我的国家。 即使我死了,我仍然想在我的国家。 这就是民族主义,这是宣传,是吧? 但现在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死了,我也想被埋葬在家乡,并且我还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我一直渴望回家,可这是个可怕的家。 有人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想成为总统吗? 你想竞选公职吗? 我只想回家。 这就是我的梦想。 而这里的人永远不会明白。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爱我的国家。 对我来说,我的国家是美国。 也许有一天对你来说也是这样。 事实上,它正在成为。 美国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在我的心中。 我认为,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像在家的地方。 我在韩国待的时间更长,但我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我认为,我们有非常不同的人生故事,几乎是两个不同的人。 那是两个不同的人。 那个之前的人在苏联有家,他是我的一部分。 我想,以同样的方式,你前面的二十年可能都在渴望你的家乡。 朝鲜,你接下来的二十年可能在美国寻找家园。 你爸爸,你能讲讲他的奋斗历程,他的死亡故事吗? 我的意思是,你会想念他吗? 你会想到他吗? 哦,天哪,一直都是。 当我二十二岁时,我有了一个儿子,并进行了三次试管婴儿。 如你所见,我只有八十磅,但当时我只有七十五磅。 由于我的严重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变得很不同。 二十三岁后,进行了三次试管婴儿后,我仍然希望有家庭。 我想要他的原因是,我为我父亲感到非常内疚,他从未见过这个世界。 当你如此绝望时,你变得不合逻辑。 就像我想相信佛教的理念一样,你可以重生。 我祈求着,请回到我身边,作为我的儿子,这样我就可以照顾你。 回来吧,当我怀孕时,即使我计划怀一个女孩,医生犯了一个错误,结果是个男孩。 所以,我把他的中间名取作我父亲的名字Jean Sick。 我想他是唯一一个拥有朝鲜名字的美国人。 所以,他是你父亲和你儿子的一部分。 是的,这就是我如何理解他的方式,也是我如何继续前进的方式。 像做一个合乎逻辑的人类一样,你知道当你死了,你就没了。 也许那是我至少曾经认为的,但生命变得难以忍受。 不知何故,正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告诉自己故事,为了活下去。 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写出,为了活着这本书的标题的原因。 我必须告诉自己很多故事,才能克服很多事情。 我想我是其中的一部分。 你能想想你逃离朝鲜到中国的故事吗?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件惊人的事情。 即使我只有13岁,但在朝鲜之外的我的生活几乎像一秒钟,而到那时为止,我的生活则像是永恒。 我还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光。 我于三月底的13号抵达那里,到了十月,已经过去了六个月。 我感觉好像已经度过了永恒的生活。 而在中国的一天,好像过了一年那么长。 每天生活就像在战争中,存活下来很困难。 每天晚上,我都会想,我真不敢相信今天一天已经过去了。 这是我临睡前感恩的事情。 好的,我挺过来了。 我没有被抓住。 我又在地球上多活了一天。 所以,经历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害怕,害怕被抓住,害怕失去一切。 因为我见证了我自己的母亲在中国的生存之路,所以这一切都不仅仅是感觉。 我学会了不害怕。 逃离后是一段困难的日子,但我没有感觉。 这很难。 没有感觉是一种折磨。 你甚至害怕悲伤都比没有感觉更好。 当我有了儿子的时候,我开始愈合。 它是拯救我的奇迹。 但是,在中国,那甚至不是害怕,它是麻木的。 你变得麻木了,就像是瘫痪一样。 是啊,就是不确定未来的压倒性感觉。 那时,你是否对自己的未来有所预感。 好比说,你还知道未来这个词吗? 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吧? 很多时候,我看着自己好像离开了身体,只是看着自己,感觉不到什么。 我不是害怕它,只是为它感到难过,就像在看一个有趣的人物。 没有感觉。 经历强奸,经历生命中的每一种情感去存活下来。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理原因,我感觉不到任何东西。 你对你母亲有所感受吗? 有,当然有。 我认为是亲情让我幸存下来的。 我和家人之间有着非常坚定的纽带,这支撑着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就像你说的,我在13岁时逃脱了。 我16岁的姐姐先是和她的朋友逃脱了。 本来我也要和她一起逃的,但是有一天,我突然肚子疼得厉害,我的父母就带我去了医院。 在北朝鲜的医院里,他们没有X光机,甚至没有电力,只有一根针头来为大家注射药物。 在北朝鲜,你不会死于癌症,而是死于感染,发烧和饥饿。 因此,看病反而可能导致你更加接近死亡。 我想我很幸运,虽然他们认为我得了蓝尾炎,但是他们还是在没有任何阵痛剂的情况下给我做了手术,我也没有被感染,幸免于难。 因此,我错过了和我姐姐一起逃亡的时间,她留了张纸条告诉我,跟着这位女士走。 这也是人口贩运的另一个陷阱,她把我卖给了中国当性奴隶,但是她后来因此被处决了。 她有五个女儿,都被卖到了中国。 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指责她卖掉了自己的孩子,多么无情。 但是,作为一个性奴,她的孩子还只有七八岁,但这是她救孩子的唯一办法。 如果那天,她没有卖掉我,我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所以,我很感激她卖了我,这也让我明白了,生命是如此的疯狂和复杂,我们不能轻易地去评判别人。 她在2007年把我和我的母亲一起卖到了中国。 所以,我很感激她给我带来的这份苦难。 因为换做其他选择,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 你如何看待今天世界上其他人的苦难? 比如在朝鲜的人们,那就是你一生的事业之一,帮助那些人。 你对他们有何看法? 人们应该了解什么? 我想这时候我会生气,每当我想到他们时,你的愤怒指向谁? 指向人们的冷酷无情,无知愚昧。 当我从朝鲜出来后,我经历了所有这些。 有一天我去了韩国,在电视上看到一些著名的韩国流行明星哭泣,并进行一些筹款音乐会。 我当时真的想,天啊,这个国家出了什么大事? 为什么这些人在哭泣呢? 它看起来像是一场欢快的活动。 后来,它揭示了它是一项动物权力运动,旨在帮助收容所里的猫和狗。 你知道现在有人会为另一个人流泪吗? 不会吧,对吧? 人们宁可为拯救一些海豚而捐出数百万美元,也不去拯救那些正在中国遭受强奸的儿童。 我想我喜欢埃隆马斯克,我喜欢他的声音,我喜欢那些想去月球,火星的人。 然后有些人告诉他,我们去过月球了,正如我在朝鲜不知道一样。 但我认为,这是令人沮丧的。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具备那种才华呢? 他们可以拯救很多痛苦,但是没有人做任何事情。 我想,那就是当我觉得很难找到人性的希望时,那时我就会很沮丧。 因为想想,甚至拜登,特朗普或奥巴马他们都知道朝鲜的情况,对吧? 我的意思是,我们能看到卫星照片,公开处决。 联合国说,这是再次发生的大屠杀。 这真的正在发生。 如果大屠杀再次发生,你怎么能不采取任何行动呢? 但不知何故,人类可以不做任何事情。 这很困难,当人们说,我要改变世界,我想要有所作为。 我们可以在面对大规模的人类苦难时掉头就走,这让人很难相信。 我是说,这让你想到了大屠杀。 这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在看向另一个方向,因为它几乎太难看了。 不,它不是。 这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 就像这样的事情。 我曾经在几年前的西南偏南演讲中发言。 就像他们,每个人都在谈论埃隆马斯克将登上月球的计划,对吧? 我们即将成为多种族。 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它是谁。 所以,如果你们想去这个地球,你们还没有探索过我们的地球。 你现在不能去朝鲜。 你还没有探索我们的,我们的星球上的那一部分。 我们能先做到那一点,然后再继续吗? 探索人类苦难的景观,向缓解世界上的苦难。 非洲正在发生很多与疾病有关的苦难。 尽管我们也对那种苦难不屑一顾,但我们仍然可以尝试做些什么。 在医疗保健、药物、生物工程等方面仍有努力帮助患病的人们。 但是,将其转化为一种工程问题,并尝试解决它,这似乎对我们人类来说更容易。 但是,当有明显的与疾病无关的虐待人的行为时,我们却将目光投向了另一处。 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都必须改变这种情况。 现在的问题就像中国,他们带来了新疆维吾尔族的强迫员工,对吧? 他们说,这是一种维生素,你可以服用。 然后,他会杀死他们的精子,使他们无法繁殖。 他们的出生率在一年内下降了47%到50%,这是21世纪的种族灭绝。 他们拿走那些人的器官。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些人把可爱的小狗和小猫也这样对待,会有疯狂的产品。 他们将摧毁一切。 这就像是人性中的一种我无法理解的东西。 为什么现代社会如此反人类? 我们没有必要这样。 你关心动物权利的事实很美好,因为你关心那些无法为自己发生的生物。 我们关心动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法为自己发生,对吧? 他们没有这种能力。 现在有很多无法为自己发生的人,你为什么要拒绝成为他们的声音呢? 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人吗? 也许,这与我们不为自己感到骄傲有关,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否定人类呢? 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吧?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黑暗事物才能开始帮助别人。 解决办法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有两种解决方案。 一种是军事手段,暗杀或全面入侵。 另一种是活动家们想出方法,比如你说的,让朝鲜人民从内部了解到自己的处境,试图改革。 或者还有其他方法,显然外部的活动也可以增加全世界的动力,特别是不仅仅是美国或欧洲,而且还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等地区。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作为个人和国家该怎么做? 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谈论中国在支持朝鲜独裁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 比如,我遇到了很多在谈论朝鲜问题时感到困难的人,他们会说,朝鲜怎么可能?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 这是99%的责任都归中国共产党。 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金正恩甚至连一周都活不下去,这完全是由中国资助的。 但是,如果你在主流媒体上谈论这个问题,当然,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朝鲜问题比中东问题更容易解决。 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冲突,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宗教,什么都没有。 人们是和平的,对吧? 甚至人们之间没有一点文化上的不满。 我们的问题在于一个独裁者,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供资金支持。 即使军队中有人想杀掉金正恩,他们也知道,会被中国人杀掉。 没有人敢对抗金正恩,因为中国在背后支持着他。 在西方,我们需要共同认识到,中国是北朝鲜对人类罪行的主要责任方。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去与他们谈判,对抗中国。 但是,我们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做好这件事。 原因可能主要是财务问题。 但我反对将中国描绘成邪恶的敌人,正如我对俄罗斯所持的态度一样。 我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进步。 我认为你应该强调,你要让中国人民成为最好的自己。 与中国人民沟通,而不是把中国领导人塑造成恶魔的形象。 我感觉像是冷战时期一样,双方通过宣传把对方描绘成怪物,结果毫无成效。 这并没有帮助俄罗斯成为最好的国家。 它也没有帮助美国成为最好的国家。 对于中国也是如此。 我感觉把他们描绘成敌人,害怕中国,认为他们会监视我们,摧毁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并不会帮助中国改革自身。 这只会让他们踩住脚步。 独裁者,邪恶的人会更加恶化,渴望权力的人会更加中心化权力。 感觉这样说可能有点幼稚,但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用爱而不是暴力。 当然,在朝鲜,这种事情早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八十年了,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的意思是,这非常困难。 他们曾经尝试过阳光政策,急沿街走两个人,太阳和风发生了一场争斗。 那么,谁能帮助那个人脱下外套呢? 风试图尽可能地吹空气,那个人却穿上更多的外套,对吧? 他没有脱下来,但太阳出来了。 好的,我要给他带来很多温暖。 然后,他拿掉了他的外套,出来了。 这就是理论。 让我们给朝鲜尽可能多的爱,让我们给他们很多钱,无论他们想要什么,都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来攻击他们的。 朝鲜所做的事情是,韩国的阳光政策负责人金大圣因此获得了莫贝尔和平奖。 金正日用这笔钱建造了核武器。 这就是他们如何得到核武器的方式。 我希望爱可以解决问题。 但必须有一种方法。 二十一世纪的希望是你可以直接与人们交谈。 当没有互联网,没有任何东西时,这是无望的。 我认为中国还有希望,因为中国仍然连接着互联网。 我喜欢你的乐观主义。 我曾经在地下看到过中国的黑暗面。 我希望,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 西方人会说,怎么会这么糟糕。 他们问我,我和妹妹一起走过那条路上,看到一个年轻的少年,后来发现内脏从他的背后出来了。 即便在那个时刻,他想要的是食物。 他饿了。 他的内脏挂在身上,他却在求食物。 你知道人们在朝鲜死去时要求什么吗? 他们只想吃东西。 对吧? 人们会说,没有什么能够那么糟糕。 但是,这里的人们并没有真正看到过真正的邪恶。 你是否认为,邪恶来自于少数人,还是渗透到了更大范围的人群中? 比如,如果我们看看性交易,有多少人像是99.9%的人渴望为世界做好事? 或者说,我们所有人在某些环境和某些政治结构的影响下,都有恶的潜力吗? 我认为人类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例外。 我不认为,有任何圣人天生就有那种道德。 我认为在朝鲜,你可以说,最初只有少数人想要权利,然后做了这件事,但最终却创造了一个连怜敏的概念都不知道的社会。 我们不知道同情心是什么,当他们受苦时,我们不知道你是要为另一个人感到难过。 你知道同情心的存在,所以你才会去做。 人类需要学习。 这并不是言论有问题,而是在说人类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是地球上最适应性强的物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明了互联网,能够用这种方式交流。 没有其他的动物会这样做,因为我们太具适应性了。 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在适应的情况下,他们都可以,就像在大屠杀期间一样。 那些人如果接受了不同的制度,也可以具有善良之心。 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低估邪恶时,我会感到害怕。 邪恶是邪恶,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当然,我理解你的想法。 我们不想孤立地球上的13亿中国人,但问题在于,我们谈论的是这个政权,而不是人民。 我喜欢中国人民。 我会说中文。 我喜欢这个国家的一切,但是这个体制会促使恶行。 其实,这是一种乐观的看法,因为我们可以改变体制。 是的,修复人比较困难,因此,如果我们修复系统,那么,人们就会适应,正如你所说的一样。 完全正确。 我的意思是,首先,你必须像现在这样谈论它。 你现在就像燃烧明亮的小火焰,对于朝鲜来说非常重要,但请继续谈论,直到带领我们到达最高权力层面,彻底改变世界的系统。 那么,在中国和朝鲜,你认为朝鲜有可能成为核战争的发起者吗? 只要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他们就不会发动核战争,对吧? 朝鲜的军队不是为了打败敌人而设计的,他们是为了防止自己的人民、政变和革命而设计的。 这是一个拥有一百六十万军队的小国家,是世界第四大军队,因此,这个国家的军队是为了与其自己的公民作战。 而且,世界上第四大的军队基本上是为了对抗自己的人民,压迫自己的人民,这就是朝鲜军队的意义。 好的,让我问一些关于朝鲜生活的方面,您能描述一下在朝鲜使用的随意身份的桑本系统吗? 是的,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对吧? 现在有很多人在玩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对吧? 他们都有类似的特点,就是把集体权力交给某个实体,让他们为更大的利益做决策。 而朝鲜则提出了这个概念,金日成提出了这个想法,他是列宁主义者,他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说,我要创造人类面上最平等的社会,于是就有了共产主义的朝鲜,然后他们就提出了这个桑本系统,就像家庭种姓制度,三个大类别,战士,动摇和敌对。 在这三个类别之间,又分成了50个不同的类别,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你属于哪个具体的阶级,这是一份秘密政府文件,这就是他们如何决定你的未来。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鲜,在你出生之前,你的生活就已经为你确定了。这是个笑话吧。 他们梦想创造最平等的社会,结果却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 所以有50个不同的阶级,而那个处于顶端的人成为了神。 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动物农场一样,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没错,但不仅仅如此,他们只是更平等而已。 朝鲜的一个人成为了神,朝鲜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念。 对于这种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思想,你能否评论一下主体思想强调拥有一个伟大的领袖的重要性? 你能否评论一下其他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实践,如苏联,中国等之间的有据相似或不同之处? 主体思想非常独特,它在90年代左右出现。 苏联崩溃前,朝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非常忠诚,及国家照顾你。 我们将为您提供正确的教育、医疗保健和谋生方式,每个人都将是平等的。 您将在集体农场、集体工作场所中工作,让我们共同做事,为乐园工作。 但是1991年,苏联崩溃了。 在那之前,朝鲜一直得到苏联援助的大力支持。 然后,苏联不再给他们提供任何援助。 于是有300万人死在了街头。 政权随后想出了一个想法,即我们成功统治的目标,是让首都平壤的10%人口活下来。 所以,他们设计了饥饿游戏。 有一个首都和13个其他地区,所有的农村人口都故意被饿死。 那些挨饿的人无法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无法想着登上月球,对吧? 他们不会去想任何事情,或者他们只会想着下一顿饭。 而这一切都是故意的,都是人为造成的饥荒。 国际社会曾恳求向朝鲜提供食物,为什么不行呢? 联合国还在恳求提供朝鲜配方,药品和食物,请求他们请给自己的人民吃饭。 但金正恩说不需要,谢谢。 去年,当朝鲜遭受可怕的洪水灾害时,韩国总统恳求朝鲜能否接受药品援助,但是却得到了拒绝。 因为金正恩想成为唯一的供应者,他不想让人们认为别人再提供援助,所以他故意让别人挨饿。 这就是朝鲜崇拜主义Juice的来源。 过去,共产主义是说,国家就像一个父亲一样,照顾你的各种需求,你把权利交给我们就行了。 但是,朝鲜政权说,好吧,现在我们不能再给人民发配给品了。 这就意味着崇拜主义Juice代表着自力更生,在把所有权利都交给我们的同时,你需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于是在九十年代,政权告诉我们,好吧,我们不能再给你配给了,你也不能进行贸易,但你可以自己找生存的方法,要自力更生。 这就是崇拜主义Juice的含义。 但是一旦成为领袖,你可以为所欲为,不需要讲究合理性。 这就是做神和做领袖的不同之处。 当他变成宗教时,他并不是为了生存,你无法挑战他。 上帝的方式很神秘,所以,当你成为上帝时,人们不会说,哦,这没道理。 作为人类,我们永远无法改变他的想法。 政权所做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 对我来说,饥荒似乎是恶劣程度的另一个层次。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在乌克兰所做的事情,真是该死。 这就是折磨。 食人肉。 朝鲜也一样,在二十一世纪现在他们还吃人。 地球上有七十亿人,足以供应一百亿人食物。 现在没有人应该挨饿。 这让我感到不安。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正在前进,可我们同时也把两千五百万困在笼子里,彻底落后。 而朝鲜却仍在过着十六世纪的生活。 今天早上我洗澡,美妙的淋浴,以前我好几年才洗一次澡,去河里洗澡。 他们怎么会知道什么是洗发水? 而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生活的现实,而我们似乎并不关心。 相反,大部分人都着迷于成为素食主义者。 你如何调和这种矛盾呢? 我认为,我们很快就会习惯某些东西,并视它为理所当然。 这是人类生活的方式。 你会觉得拥有美好事物理所当然。 所以我尝试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 无论是现在的食物,还是拥有饮食所带来的奢华,但又让人艰辛的生活,或者只是细微的瞬间,和我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光。 即使仅仅是这个杯子,桌上的所有物品都能带给我快乐。 这就像用充满欢乐的方式填充你的人生,也不会让自己感到太差,还能专注于全球的苦难。 我认为,在尝试建设美好世界的过程中,美国对其他地方也有着涟漪效应。 就像我喜欢火箭和太空一样。 这听起来可能很反直觉,但发射火箭进入太空将有助于解决朝鲜问题,因为它能激发人们的梦想和建立酷炫的东西。 所以不是火箭本身,而是其他受火箭激励并关注世界上其他问题的人们。 我的意思是,埃隆伊朗的做法就像是他看到了世界上的问题,想着要怎么样帮助解决它呢? 我认为,朝鲜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那最终与革新政府有关。 我们必须改变中国,这是必须的。 但改变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数十年来无法解决朝鲜问题的原因。 现在问题在于中国,但也存在于俄罗斯、美国等一些方面,我们正在努力应对这些问题。 有很多技术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例如,我不知道你对加密货币的看法如何,我非常喜欢。 所以有一种想法,利用货币来摧毁或挑战世界各大权力中心。 如果你拿走了法定货币的权利,并将其交给不能被政府控制的东西,比如比特币、以太坊等, 那么这就是一种让人们拥有钱财却无法被政府拿走的方式。 但朝鲜没有电,没有互联网,所以我们无法在朝鲜这么做。 但我们可以在中国和很多非洲独裁国家中这样做。 我认为大型加密货币是一种非常迷人的技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惊人的实验。 我是一个强烈的支持者,但我认为朝鲜太落后了,这就是朝鲜独特的地方,和我们谈论的大多数事情都不一样,完全是另一个星球。 我们所拥有的普通法并不适用于它。 那么金正恩呢? 他是有意作恶,还是无意中传承了祖先创建的邪恶体系呢? 你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 对于金日成,我能够更多的给他一些好处,他最初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但随着他日后获得权力,他意识到,我想当时他认为大多数人都很愚蠢吧,个体愚昧,因此我需要为你们所有人做出决定。 这种纯粹的傲慢来自于他,即使我可以容忍,但是金正日从来都是这样的,没错,我很好。 他也在那个体系中长大,但是金正恩非常独特,这家伙在瑞士接受过教育,处在民主的核心地带,他知道人类应该如何被对待。 孩童时期,大脑非常易受影响,对任何人都会产生改变。 就像商场关闭一样,改变年轻人的想法,每一个革命者都是这样做的,他们首先要改变年轻人的想法。 这个家伙如此痴迷于权利,认为自己是神,即使在瑞士开始,他也没有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是纯粹的邪恶。 相比之下,他的祖父和父亲可能更有利于他。 但是,当涉及到金正恩时,这就是纯粹的邪恶的样子。 这是纯粹自私的存在的样子。 有没有一些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辩护的感觉? 或者你认为他有一些精神病的方面,他享受着痛苦。 我认为在他的生活中,当我阅读了很多关于北韩的CIA文件,许多情报人员在那里工作的时候,甚至包括北韩的精英和逃脱者,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所以,当金正恩出生时,他们被当作神来对待。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人类。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平等。 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任何一种工具。 就像拿破仑一样,任何人都是工具。 就像一名拳击手死了,把他逮了为了我的事业。 他们甚至不会为此感到内疚,因为他们不认为我们配得上。 是啊,就是这样。 所以,他甚至没有感觉到痛苦存在。 肯定是为我服务,因为我就是这样。 我认为,这已经超越了苦难。 他甚至不考虑我们经历的事情。 所以,他认为自己是神。 然后,其他所有人都只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 没错。 有好几次传言说他快死了。 你认为他会死吗? 显然他的健康状况不好。 如果金正恩死了,会发生什么? 嗯,但涉及到朝鲜问题时,任何人都知道金正恩在说谎,对吧? 没有人知道实情。 我相信中央情报局CIA知道,但他们可能永远不会透露。 CIA有足够的情报可以知道金正恩在哪里,在干什么? 他们只是不暗杀他,因为现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行不通。 你认为他们能刺杀他吗? 他们可以。 他们有能力刺杀他。 那他们为什么不刺杀他? 因为他们不在乎。 他们不关心2500万人民的苦难。 他们必须承担代价。 如果他们刺杀金正恩,他们必须承担代价。 那将会有财政和政治上的代价。 这会激怒中国,而且他们必须处理由此产生的金融和军事后果,如动荡、不确定性和革命。 这就是他们不想冒险的原因。 他们什么都不想做。 现在,美国在追求这些道德价值观时,变得非常被动。 实际上,他们在大屠杀事件中也是这样做的。 没错。 他们并不关心。 这就是他们的政策。 如果金正恩死了,很难在朝鲜找到一个可以取代他的人,因为金氏已经成为一个品牌。 他不仅仅是我们的领袖,他几乎是一个神。 朝鲜是世界第十大宗教,他们抄袭了圣经。 如果你相信有人信仰上帝和耶稣基督,那么你如何不相信朝鲜人信奉同样的东西呢? 金日成的祖父和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金日成从小就接受基督教士的教育。 因此,当他为自己的国家寻找继承人时,他说,我非常爱我的人民,我要把我的儿子金正日交给你们。 他的身体死了,但他的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有多少人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当我们遭受苦难时,我们会和他一起去天堂。 当你限制所有进入这个国家的信息时,人们自然会相信他。 那么,如果他去世了,谁将会是他的继承人呢? 他有一个2009年出生的儿子,还不够成熟来接管。 所以,他的姐姐可能会暂时担任领导职位,而等到儿子足够年龄时,他可能会接管,因为这是一个亡国。 这是最有可能的情况,中国将尽其所能维持朝鲜政权的现状。 朝鲜人民在这里没有选择,我们只需要一位勇敢的领袖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不能等待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一种自然的变化过程。 我们不知道经济自由不会带来政治自由,我们知道在中国是不会的。 这就是自由的独特之处,你必须为他而战,否则你永远不会得到他。 自由是必须争取的东西,如果没有人为自由而战,它就不会存在。 我们可以谈一谈自由吗? 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就像我们谈到爱情那样,我觉得每天都会对自由有心的理解。 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旅程,与自由建立关系以及自由的意义有很大的关联。 我认为你肯定可以过没有自由但是依然快乐的生活。 我看到很多朝鲜精英很胖,有权力,但是没有自由仍然很幸福。 在某种程度上,我比我在纽约遇到的投资银行家和咨询师更幸福。 这些人有70%会去看谈话治疗师。 我当时非常困惑。 我记得在纽约写我的书,我的编辑说,亚美,你知道你受到了创伤,你需要去找个治疗师。 我当时就很疑惑,什么是治疗? 什么是创伤? 因为在朝鲜,没有压力或创伤这样的词语,你怎么可能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天堂里感到压力呢? 他们不会让你知道这些。 之后他们就会说,听说人们有问题,就得去找治疗师。 然后我问,多少钱? 每小时200美元,还是折扣价。 我当时就说,不了,谢谢。 我们知道自由伴随着责任,这样一来,自由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你需要不断的自我思考。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理解这一点。 让政府拥有我们所有的权利吧。 让他们决定,我要接受哪种教育,让他们决定,我要住哪里,让某个人为我考虑这些问题。 就是这样,朝鲜开始了,希望政府代表我的利益,相信他们是好的。 在这种怀疑和信任的前提下,噩梦开始了。 自由不是通往幸福的大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会让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但同时也很有趣,对吧? 你开始自己思考,开始犯错。 自由真的很有趣,即使你可能比那些不自由的人更加痛苦。 关于自由的事情是,当你有了自由,你也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因为如果你成功了,那是因为你,而如果你失败了,那也是因为你。 如果你做了可怕的事情,那也是你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做某件事情,例如,你没有帮助朝鲜的人民,那也是你的问题。 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生活在这个负担下就是一种痛苦。 自由的某些方面就是痛苦,因为生命本身就是痛苦,而自由,则是你做一个完整的个体,彻底经历这个痛苦过程。 你看,你和Michael Malice交谈了,你们成了朋友。 他认为,在政府问题上,我想向你请教一下。 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应该完全实现自由,也就是说,人们应该自由选择彼此的交易方式,共同生活方式。 没有中央集权来告诉你该怎么做。 你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政府有一定的作用吗? 是的。 如果我们看看朝鲜,那里是最可怕的政府。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美国,至少在原则上,政府代表人民并帮助人民的理想是存在的。 这种理想是有存在的空间,还是政府总是会让我们陷入麻烦。 我和Michael Malice谈过,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一直在问他为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吧? 他甚至不相信军队,也不相信这种事情。 我觉得你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是很可怕的,我不想活在那种世界里。 我需要执法机构,我需要某种程度上的平等,因为我们生下来时,我们的思维能力、智力水平、物理能力都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平等是没有意义的。 你永远无法实现平等,对吗? 所以,在美国,这一点非常可怕,当政府试图强制实施平等时, 特别是平等的结果是平等的。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都从不同的起点开始,衡量一些标准来判断人们的地位,并强制实行平等, 这就会导致你提到的朝鲜那种阶级制度出现。 所以,我认为,政府可能是坏的,他们可能非常愚蠢, 而且另一件事情是,他们无法知道你想要什么。 很多时候,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作为个体想要什么。 就像你怎么能认为,政府知道什么对你最好? 没有人知道,我们都在尽力而为。 我认为有些国家,比如瑞士,赋予各个州更多的权利可以是好事。 我认为,我更倾向于授权给州,让个人决定他们在州内要去哪里。 就像,你为什么选择德克萨斯州,对吧? 没有所得税,对吧? 像这样的事情,很多人会发现在德克萨斯州很迷人,然后他们就来了。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让每件事情都变得一模一样。 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要试验一切,我们可以有无政府状态。 没有警察,什么事都没有。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你可以去一个堕胎不好之类的价值观很保守的州, 并让这些想法竞争即在现实生活中被实践。 但是,当美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 然后试图让每个州都受到一个大政府的控制时, 我就会非常警惕。 你是否看到了当前美国文化中与你在朝鲜看到的相同的事情, 有让你担忧的回升? 当然有。 在美国现在,经营主义不重要了,对吧? 那是邪恶的。 白人的想法是,如果你足够能干, 他们说,哦,如果你来自富有的白人家庭, 你就会有能力。 所以其他人就没有机会了。 但看看那些一无所有的亚洲人, 他们却能够通过努力进入哈佛法学院和医学院。 所以现在在系统中,几乎没有你努力工作的动力了, 这就是朝鲜。 没有动力,因为你已经天生的阶级了。 所以无论你做什么, 你都永远都不能超越你的阶级。 关于朝鲜系统的可怕之处在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支持你。 如果你来自其他喜欢梅根马克尔这样的文化, 他加入了皇室并成为了一名律师, 那么在朝鲜半岛,你只能和一个比你低的人结婚。 如果一个高阶层的人要娶下层的人, 你只能跟着他们往下。 这就是他们防止阶层混合的方式。 这种做法强制实施了分离, 因为婚姻融合会遭受巨大的打击。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 特别是在大学和公司里, 我正在考虑创立一家公司。 所以,我正在仔细研究这个问题。 有关多元化和精英主义的想法,存在紧张关系。 我认为,多元化以广义的定义方式来看, 并不与精英主义产生紧张关系。 拥有各种背景,思考方式和其他方面的人才, 都对任何团体都是巨大的好处。 但多元性的定义方式, 通常是通过某些非常基于群体的粗略分类方式来进行的, 无论是肤色还是性别等等。 这实际上在我看来有两个作用。 首先,它淡化了真正的多样性, 或者说是完整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包括阶层内的多样性, 比如你是否擅长数学? 你是否擅长心理学? 你是否擅长与人交往? 你是否擅长数字? 所有这些我认为, 都涉及到了这些群体之间的有趣的交叉。 所以这就是多元化。 而精英主义则代表着一种想要改变世界的热情。 它代表着在某个领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人, 并不断努力工作, 并不是踩在其他人身上, 而是单纯的在自己内心中成为最好的自己。 然而, 现在在美国, 这种想法却遭到了嘲笑和谴责, 甚至被妖魔化。 努力工作成为了你来自某个既定家庭的象征。 你庆祝成功和辛勤工作的事实, 是你负权主义的标志, 或者他们称之为什么, 而他们想要废除这种标志。 他们想要停止给孩子们打分。 他们已经在做这个了, 对吧? 他们想要停止。 他们想要废除美国学生参加上大学的标准化考试FAT。 有些孩子没有数学能力, 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强迫他们学习数学呢? 人类克服困难所带来的东西, 就是挑战的胜利。 这是使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然而, 由于一些孩子来自这个家庭, 我们就得找一个理由解释, 为什么他们不能做那件事。 但他们仍然应该获得同样的工作, 他们需要成为律师和医生。 这就像朝鲜一样, 没有任何优胜劣汰的机制, 对吗? 你出生在同一个家族, 同一血统, 对吗? 如果有人做错了事, 就像是集体罪过。 因为我说话了, 我的家族的三代人都受到了惩罚, 而我留下了。 在美国, 我看到了同样的事情。 如果你的曾曾祖父是奴隶, 现在你就有特权, 因为你是白人, 所以你会感到内疚。 但你如何改变你的祖先呢? 你又有什么发言权呢? 这就没有出路了。 没有宽恕, 也没有前进。 现在的美国文化, 我记得在哥伦比亚大学, 课前每个人都必须说一遍自己的代词。 而我第三语言的英语, 对于用他和他来称呼一个人, 我还是很困惑。 这很容易犯错。 他们让我称呼他们, 因为他们性别不定。 基本上, 我可以是一个女孩, 但下一个小时, 你跟我说话时, 我又是男孩, 对吧? 如果你做不好, 他们会看着你, 问你干嘛呢? 这让我很紧张。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 这是文明的倒退。 我们作为人类正在倒退。 就像启蒙运动一样, 所有这些事情让我们变得更聪明, 向前看。 现在我们正在后退。 虽然在我的希望中, 我认为有一个钟摆方面, 所以, 钟摆也会后退, 但它只是来回摆动。 在历史的漫长弧线中, 我们正在取得进步。 我觉得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讨论, 以及所有这些事情, 我总是认为, 它们在适度情况下是健康的。 它们应该成为对话中的一小部分, 而不是占据所有对话的自然因素。 它就像会议一样, 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会议, 不知怎么会繁殖, 好像这是你们唯一谈论的事情。 这很荒谬。 当我看到, 即使在麻省理工学院,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数量, 也异常不成比例。 对我来说, 作为一名工程师, 这些讨论非常令人沮丧, 因为它们似乎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它们想要欺负人, 而不是创建解决明确问题的系统。 而这种欺凌本身, 正是美国麦卡锡主义期间, 对共产党人的那种欺凌。 你肯定会在苏联看到这种情况。 那里的人对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进行欺凌。 这只会产生仇恨, 而不是进步。 当你最近和乔丹·彼得森谈话时, 人们应该听一听那次谈话, 它是一次迷人的谈话。 我认为, 在关于大学和你在哥伦比亚的经历方面, 它几乎在情感上受到了伤害, 因为它, 就像我自己, 出于或许不同的原因, 对我们的学术机构抱有希望。 一些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人, 一些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和思想开发, 创新都发生在大学里。 所以, 我们两个都非常关心他们。 它之所以感到情感激动, 受伤, 是因为你对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 并没有给你带来深刻的启发。 它让我变得更加愚蠢了。 它让我感到害怕。 它让我恐惧, 以至于我不得不在美国进行审查。 你是认真告诉我, 你从未自我审查过吗? 你真的可以毫无顾虑地谈论种族, 任何事情和性别吗? 我们都在自我审查, 说实话, 是不是? 我们都这样做, 这就是我学到的。 我原以为, 我来到一个从不需要这样做的国家, 比如我在朝鲜长大时, 我妈妈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 不要轻声细语, 因为鸟和老鼠可能会听到你的声音。 我以为, 好吧, 现在美国真正成为了自由的国度, 勇敢的家园。 你可以说任何你想说的话, 然后, 你有自由改变你的想法和演进。 但是现在人们要求你成为他们所要求的完美版本, 你不能改变你的想法。 那么, 如果你不能成长, 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你应该随便谈论任何事情, 之后可以说, 好吧, 我错了。 但是现在如果你这样做, 你就会被惩罚。 我的意思是, 审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因为你可能不应该说蠢话, 你应该尽量用最优雅, 最有效的方式来表达你想说的话。 所以, 我的意思是, 这就是编辑的意义吧。 所以有些时候, 你要谨慎地说话, 不是因为你害怕某些压倒性的恶霸团体, 而是因为当你表达自己的观点时, 你希望成为最好的自己。 但在大学里, 你可以放低这种自我审查的级别, 说些愚蠢的话, 并解释和玩耍, 特别是当你讨论人类历史的艰难方面, 无论其中包括种族主义还是暴行。 我仍然有希望, 但同时, 我被工程师们包围着。 所以, 我不能够与人文学科的人们交流。 而且看起来情况越来越糟了。 这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件好事。 嗯, 我不知道。 我确实和心理学家有所交流, 但他们还没有涉及这些话题。 我仍然想为心理学辩护,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数据。 但我仍然觉得, 大多数心理学家并不参与这种事情。 他们只是做着优秀的研究。 我们只是强调, 这就是美国做的好的地方。 你正在强调个人经历, 并且夸大其词, 但这是好的, 因为这是个悬崖峭壁。 如果这些事情开始占据整个学术界, 那么问题会变得非常严重, 甚至在工程领域也是如此。 所以, 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但真正让人难过的是, 像你这样阅读很多的人, 最初对奥威尔深感兴趣, 这种火焰应该燃烧得很亮, 你应该写很多书,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和Jordan聊过天, 根据你未来的计划, 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Jordan Peterson。 哥伦比亚大学应该是一个 能够丰富你心灵的地方, 但他没有, 这是个悲剧。 我也有同感。 我在那里待了四年, 不是我在一个学期中上了一门烂课。 就连一整个课程, 我总共学了126个学分, 也没有一门课程, 没有涉及到这种道德, 政治上的正确性。 这不重要, 我们讨论的是古典艺术。 这正是我想说的。 我真的觉得, 好吧, 我把最后一个学期排到了音乐和艺术课程, 所以我认为, 这将是我能上的最不政治正确的课程。 结果课程还是从用古典西方音乐文明开始。 每个人都举手表示有问题, 问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贝多芬, 莫扎特, 大白人的就是, 所有的名人, 你知道的, 所有被白人男性破坏了的。 这甚至牵涉到音乐, 绘画等等。 而当我没举起手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着我, 你怎么能对此毫不在意呢? 你应该讨厌这个, 因为你是亚洲人。 所以我认为, 问题比人们想象的深得多。 当我学到这些时, 我才了解到美国并不安全, 我们可以完全向南走。 看看欧洲, 我曾经更加乐观。 但现在我真正意识到, 哇, 这个国家可以去南部。 如果美国强迫他们, 对抗中国共产党只剩下这个国家。 作为人类, 我们可能再也无法获得自由的机会了。 哇, 因此, 这种交流非常有价值。 我的确感到困扰。 我很困扰很多事情。 例如, YouTube的审查制度非常让人恼火。 是的, 整天听唐纳德·特朗普的话, 真的很烦人。 他总是制造一些戏剧性事件, 使新闻不断报道他。 但像禁止他在Twitter上发言这样的事情, 却让我感到害怕, 因为它意味着, 我们正步入一个危险的领域。 你会压制人们的声音, 接着, 下一个可能就是约旦·彼得森。 他, 所以我们需要促进思想和言论自由。 现在我非常喜欢彼得森博士的一件事, 那就是他是一位心理学家。 他谈论的是, 我们通过说话来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去看心理医生时, 你会讲话, 再听到自己的声音, 然后便会有答案。 对于人类来说, 说话如此重要, 因为我们通过交流来思考。 如果他们说, 你不能说话, 那意味着你不能思考, 他们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推崇, 我想要言论自由, 即使它会带来伤害, 荒谬或者有时候危险。 但是, 美好的选择交换来的代价非常昂贵, 我们应该要承受起。 这个世界上, 每件事都有取舍, 因为它是伴随着牺牲而来的, 不是吗? 所以我想说, 这就是我想在美国看到的。 但很不幸, 像你这样的人说得对, 谁来决定什么是仇恨言论? 什么是危险的言论? 这让我感到很害怕, 因为每个人都不完美, 我们怎么能把那种权利交给他们? 他们会决定, 今天他们可能同意我, 认为我的言论好, 有益于促进善良, 但他们明年可能会回来说, 我的言论有问题, 那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提出自己的想法, 然后与他们一起玩耍。 我认为,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互相宽容, 认识到我们每天甚至几年后都是不同的人。 我认为, 其中一些是文化机制, 比如说, 我们为错误的想法或不是错误的想法而互相宽恕, 原谅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全部进化历程中所经历的一切。 并创造机制让我们彼此宽恕。 例如推特上就很糟糕, 因为人们经常通过挖掘别人旧的推文来制造话题。 而这与我们需要原谅自己, 原谅彼此所需要的完全相反。 所以这部分是文化方面, 另一部分是技术方面。 你提到了Jordan Peterson, 你和他有过很好的谈话, 和他聊天是什么感觉? 我很好奇, 因为他特别热衷于讲述苏联方面的暴行。 你们在哪些方面达成了共识? 又在哪些方面存在分歧? 你们通过那次谈话互相学到了哪些东西? 这是个很长的关于Jordan Peterson的故事。 有一天, 我在芝加哥的街上走着, 突然看到巨大的剧院门口, 画着一个大大的标语, Jordan Peterson受庆。 那是在晚上七点左右, 整个剧院人头攒动。 当时我和前夫一起路过, 发现有人在贩卖高价票, 我们就买了两张。 进去后, 场馆里已经坐无虚席。 当时我的英语不是很好, 听不大懂Jordan说的话, 但我感受到了观众们的情感。 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激动的像孩子一样哭泣, 我想, 这个人做的事情一定非常特别, 因为他并没有开玩笑, 也没有幻灯片, 只是一个人独自站在剧院里讲话, 而且时间还很长。 后来我回家后读了他的书, 里面讲解了很多, 如我们学校里所讲的性别概念, 阶层是人类构建出来的等等。 历史上, Hierarchies也是人们一直追求的一种奉献制度。 第五章是关于孩子社交化的内容, 你知道吗? 该如何教养他们? 还有就是为什么诚实很重要, 对吧? 在他的十二课中, 有一篇是关于白色的文章, 我读完后感觉非常值得。 总有人说, 如果苏格拉底还活着, 你愿意为和他共进午餐支付多少钱呢? 这样的事情, 对吧? 对我来说, 就像是我与我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 那我会愿意支付多少钱呢? 没有限制。 于是我通过推特联系了Mikaila的播客, 并建立了联系。 有一天, 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他的播客节目, 我当时非常紧张, 但又非常期待。 我没想到他竟然如此亲切, 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位心理学家, 看到了世界上很多的痛苦。 他研究苏联, 爱好收集那些让他想起人类苦难的东西。 有时候, 有些人听到了太多的暴行, 会变得不太理解或者麻木。 他似乎经历了你所谈论的经历。 这次对话真是太棒了。 乔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但我认为Michael Nellis 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你也有机会与他交流过。 他写过一本关于朝鲜的书,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我从中学到很多。 我从Michael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这本书的事情。 有趣的是, 他选择研究北朝鲜。 这个人类黑暗面中最黑暗的方面, 就是被这样一个迷人的人类所研究。 你对Michael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他的书《读者先生》《Dear Reader》怎么样? 人们一定要好好看看。 那时候, 我通过在韩国的共同朋友联系了Michael, 但我的英语不是很好。 于是我手中拿到了一份副本, 我试着去阅读, 但有很多部分我都看不懂。 但是, 我认为他通过亲爱的领袖的视角来解释朝鲜的方式非常迷人, 对吧? 没有人曾经这样做过。 你可以揭示关于整个局势的国家和荒谬性因素, 而且还能用幽默的方式。 这就是迈克尔令人惊奇的地方。 他知道悲剧的重要性, 知道完全的痛苦。 他不像在BuzzFeed上嘲笑金正恩费型的美国人。 他不关心人们所经历的。 迈克尔深深地关心, 然后他仍然会做出可笑的笑话。 所以, 这种以黑暗的方式, 揭示邪恶的荒谬性的方式, 他做得非常娴熟。 你行吗? 他是一个天才。 好吧, 如果他看到这个视频, 请不要让他变得太骄傲。 但有没有一些方面, 整件事情都是荒谬的。 金正恩是这样一种人, 他几乎像是邪恶的漫画形象。 这是个笑话。 很多人认为这是个笑话。 他们认为这太, 太荒唐了。 他们只是笑。 你能想象嘲笑大屠杀吗? 这就是这么荒谬。 你可以对此进行一些心理分析吗? 因为我的想法也是这样。 他太荒唐了, 以至于你几乎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这只是我的人性和人们逃避现实残酷的愿望, 通过开个玩笑来发泄吗? 我认为这里有几个因素, 对吧? 比如说, 朝鲜作为一个国家, 有着全球智商排名前两位的聪明人, 尽管他们身体营养不良。 所以, 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 所以在你的意义上, 那些人 并不蠢, 仍然拥有才华的亮点。 那里有一种文化, 渴望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像那些被电力所压制, 因为没有食物而受到沉默的人们。 比如说, 如果你增加了电力, 增加了食物, 你就会有一个世界文化中心, 像韩国一样。 这就是他们做的事情, 对吧? 完全相同的韩国, 一个成为了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 一个变成了最贫穷的国家。 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就像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那本书,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它不是关于文化的, 也不是关于人的或智商的, 使我们不同的是一个系统。 韩国和朝鲜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两者能力完全相同。 我们是一个同种族国家, 同样的语言, 传统等等。 我们给了他们不同的制度, 一个是自由民主, 一个是独裁, 结果却截然不同。 我认为朝鲜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 我们之所以生活在繁荣昌盛中, 并非因为我们自己了不起, 自由市场和我们祖先建立的制度赋予了我们这个特权, 而我们并不是特殊的, 对吧? 我们拥有的制度才是特别的。 朝鲜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甚至, 聪明才智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否认他们想要感觉特殊的原因吧。 因为我很棒, 我拥有了所有这些东西。 不, 不是你, 你得到了这些东西。 当人们说, 我讨厌资本主义时, 我会说, 没有了资本主义, 你怎么想出这个东西的? 真的, 你是如何想出来的? 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比这个个人主义社会想象的还要重要得多。 选择正确的制度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你有什么建议给今天的年轻人吗? 你已经经历了不可思议的生活, 并且, 我希望你的未来也将充满精彩。 你对今天的年轻人, 高中生, 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如何在事业或生活中获得成功? 我最后一件事, 不想让他们感到内疚。 他没有做任何事情, 是吧? 所以, 我讨厌人们谈论罪恶感的时候, 这听起来根本就没有意义, 对吧? 我认为, 他们天生拥有自由是我们所有人的福祉。 并不是因为他们内心感到有罪而希望他们去做什么, 而是希望他们心存感激而去追求。 这是真实的。 就像我们坐在这里, 我有孩子是有付出的, 养育孩子要耗费时间, 金钱和精力。 理性思考的人都不会想要孩子, 对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 特别是女性, 你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但是想想看,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使用这种惊人的技术。 生活在这个国家, 是因为几十万年前, 萨凡纳的某个人在采摘浆果和抵御寒冷。 他们经历了无数的痛苦, 全都是为了我们。 这就是我们被带到了这里的原因。 所以, 生命终究比我们更重要。 我想要的, 并不是让孩子们做正确的事情, 成为最好的自己, 而是让他们感激生命, 珍惜自由并充分利用。 一切都从体验人生的自由开始。 像我父亲一样, 为了生活而工作, 即使死去, 也比活着容易。 死亡只需要几分钟, 而生活则需要永恒。 当我面临这个难以置信的挑战时, 我想, 最理智的选择是, 现在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我最困难的选择是选择活下去。 我的父亲即使在集中营里, 也不放弃生命。 他说, 生命是一份礼物, 你必须为之奋斗。 我认为, 我们所缺少的就是这种认识, 我们没有把生命视为一份礼物, 但它确实是一份礼物。 有多少人为了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而进行了无数代的牺牲。 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我无法想象他们经历了什么。 他们为了生命而战。 对, 这也足以成为我的责任。 所以, 他们的奋斗并不是毫无意义, 对吧? 这意味着一些东西, 因为我现在正在继续这场战斗。 你提到了考虑自杀, 你现在是否考虑过自己的生命? 现在你可能处在一个稍微更舒适的位置, 你还会想到死亡吗? 我会, 因为实际上当我21岁的时候, 我被韩国情报列入了金正恩的杀戮名单中。 然后, 我不得不和这个事实共存, 对吧? 但现在我感觉更多了, 因为你知道这猫克杀给的故事, 这位沙特记者在土耳其大使馆被砍头了, 对吧? 他被杀的原因是, 他在推特上变得非常突出, 他有很大的声音, 沙特人跟随他。 现在我成为了第一个在社交媒体上, 拥有如此多粉丝的朝鲜人。 最近, 朝鲜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分析我所做的一切, 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第一次。 所以, 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们说这太新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学习金正男的经历。 金正男是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 被杀害于马来西亚。 我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因为过去十年里, 金正男一直在向中情局提供信息。 当他在马来西亚机场被杀害时, 正在与中情局特工会面两天。 中情局本来可以保护他。 但是, 他们没有这样做。 他们让他死去。 谁杀了他? 是朝鲜金正恩。 你知道马来西亚那些女士VX神经毒计吗? 朝鲜人就是在马来西亚机场杀了他, 违反了国际法。 我是说, 美国居民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沙特像小羊一样被杀害, 他们把他切成了碎片。 在这最不人道的死亡中, 沙特人承受了什么后果呢? 什么也没有。 我们认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正义的国家。 对于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 无论他们的名誉有多么响亮, 都没有问责制。 所以, 你认为, 你庞大而快速增长的社交媒体影响力能保护你吗? 不, 他恰恰相反。 起初, 金正恩在我发声时, 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 他们竭尽全力污蔑我, 说我是骗子, 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说我得到了报酬。 然后, 他们联系了企鹅出版社说, 我们要炸掉你们, 你不能写这本书。 他们曾经借助索尼公司的电影采访, The Interview, 制作工作室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然后, 企鹅出版社进行了调查。 他们会见了我在沙漠中经历的每一位幸存者。 他们获取了他们的语音记录, 因为他们不希望他们以后改变主意。 人们的记忆是不同的。 所以, 他们获得了语音记录, 企鹅皇家团队获得了所有音频。 现在我们准备起诉, 我们将会出版这本书, 因为我们核实了每一个书中提到的细节。 朝鲜再也不能做什么了。 但这是人格暗杀。 顺便说一下, 你能够在其中生存下来, 真的需要很强的力量。 因为你不知道, 你的人格被暗杀在某种程度上, 是和真正的暗杀一样痛苦。 甚至更糟, 每个人都认为你是骗子。 每个人都认为你是骗子。 现在, 所有人都认为, 因为在互联网上写了些什么, 那就是事实。 任何蠢货都可以开个博客攻击你。 但他们认为, 哦, 因为这是在互联网上写的, 所以是合法的。 尤其是负面的东西。 这就是我试图详细阐述的事情。 称呼某个人为骗子或谎言的病毒性方面, 没有人会质疑他是否属实。 他只是传播出去了。 这是我们人性的黑暗面, 我们想要摧毁那些崛起的人。 我们无法忍受。 世界上任何一个变革者都不会不具有争议性, 对吧? 马丁路德金, 纳尔逊曼德拉, 他们都被称为恐怖分子。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 人格诽谤才是最可怕的。 它可能会继续发生在你身上, 它将永远伴随着我。 所以, 我认为, 你必须变得越来越坚强, 面对这一切。 但实际上的暗杀, 也许这只是我抱有希望, 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受到俄罗斯的约束。 好吧, 其实我并不在意。 但在社交媒体影响力方面, 我认为,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你。 因为想象一下, 如果你被暗杀, 会有多么愤怒的反应。 但当贾麦勒卡书吉被那样杀害时, 愤怒在哪里呢? 社交媒体存在很大吗? 超过一百万人。 我没有那么多的追随者。 他有160万的推特追随者。 当时没有愤怒吗? 因为沙特人去和亚马逊, Prime Studio、Netflix废话了。 有人制作了他的纪录片, 但告诉大家不能得到那档节目。 所以, 存在着巨大的审查。 当然, 人们可以某一天谈论他。 一些来自沙特的异域者被杀害, 太可怕了。 但是, 这只会消散, 人们会转向下一个可爱的小狗, 对吧? 下一个可爱的猫。 这就是这个新一代的本质。 他们变得麻木了。 这不会影响他们。 他们继续追求及时快乐, 及时高潮。 这就是Instagram对你的影响。 我正在阅读的东西。 我们谈论过浅薄。 我们变得越来越肤浅, 我们的大脑永远改变。 所以这个新一代, 我们可以让他们生计十分钟, 为一天创造标签。 但是, 就像那样迅速出现的那样, 它也迅速消失了。 我认为这就是, 好吧。 这意味着, 通过谋杀他们来摆脱反对派, 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这意味着, 如果美国代表自由, 代表着思想自由的交流, 就应该保护像您这样的人。 但是, 他们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们不想枕入其中。 他们甚至没有保护金正男, 尽管他冒着生命危险, 提供情报长达十年之久。 这就是, 我的意思是, 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并不是不好的事情。 关键是他提供情报, 以推翻政权。 这是有价值的。 这是关于他的一些高尚之处。 但是, 你不能再做的更多了。 那时, 我也对美国体系失去了信心。 就像这个国家只关心挽回面子而已。 像任何事物最小的代价是什么? 当我在韩国的时候, 每天都有情报部门打电话给我, 北朝鲜特工去了哪里, 你去哪里? 美国系统来到美国, 没有人关心。 那时人们就问我, 你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吗? 我希望他们打电话给我。 我真的很希望。 但是没有人, 没有人打电话。 我确定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 韩国特工更像是, 哦, 天啊, 我们不想让你作为韩国公民丧生, 对吧? 现在我正在努力成为您的公民。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不知道哪个更糟糕。 你害怕丢掉你的生命吗? 我曾经害怕。 在过去的三四年里, 我一直很害怕。 但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我的敌人不是一些疯狂的精神病患者, 而是一个拥有核武器能力来攻击最强大国家的国家。 如果金正恩决定让我死, 我就得死, 这不取决于我。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解放的。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害怕某些暴徒或街头的流氓, 这几乎像是你对一些情况有控制权。 你得想着是我的错。 我走了那条路, 对吧? 但是, 当面对金正恩时, 我知道我的敌人比我强大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一种解放。 此外, 我活得很充实。 所以, 我见过很多东西。 我见过一切。 在这里, 我已没有太多的遗憾。 像, 好的, 我要走了。 你知道, 就像, 好的, 也许是时候了。 像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 为了保持对自由的斗争, 你愿意接受死亡, 至少在你称之为家的某个地方。 是的, 没错。 你希望有一天能回到朝鲜吗? 我希望如此。 我希望带着我的儿子告诉他, 这也是你祖先的故乡。 他会看起来与你来自的地方非常不同, 但你仍然抱有希望。 你希望有一天, 朝鲜能够实现类似韩国的民主制度吗? 那将是天堂, 对吧? 但我是一个理性的乐观主义者。 我不是因为被迫而乐观。 我认为, 只要还有那些相信某些事情, 并未知奋斗的人, 就能够改变世界。 就像Alice Shroves这样的人, 他们掌握着整个世界。 我真的相信这一点。 只要像你这样的人有一天想要决定对朝鲜采取行动, 并用你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难题, 那将是多么迷人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演讲, 继续招募志同道合者的原因。 你喜欢的书都是我喜欢的书。 我必须提一下这一点。 你在和乔丹谈话时, 简要提到了赫尔曼黑赛的百度人, 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 我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我想问什么, 但这本书通过讲故事, 揭示了生命是痛苦的, 但其中有美好的东西。 它用河流来比喻生命中每个时刻的美好之处。 您能否谈谈这本书对您的人生, 以及您看待生命的方式, 是否产生了影响, 无论是朝着痛苦的一念, 还是美好的一念。 我的意思是, 他经历了整个旅程, 对吧? 他一直处于这种, 我很开悟, 无法处理那些安静地爱着彼此的人的状态, 对吧? 他们都像是原始人一样, 但是当他有了自己的儿子后, 他变得有感情了, 真正关心起了他的儿子和整个事情的发展, 这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 当他的儿子找到他时, 他对生活的看法也变了。 我认为这就是他的转变点。 我也曾经历那种无所谓的旅程, 非常痛苦和愤世嫉俗。 但是, 在遇见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人之后, 我开始重新思考。 我在谈论那个告诉我, 他是同性恋的人, 他告诉我他爱我。 我问他, 为什么你爱我? 以前, 人们追求我的时候, 都是因为想强奸我, 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每个人都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东西, 我从未理解过。 但这个同性恋者并不一样, 即使最后要和我睡觉, 他还是爱我。 我认为, 在经历过这些旅程, 遇到那些无条件爱我的人后, 我获得了祝福, 因为他们爱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我。 对我来说, 这就是当下的意义, 和他一样去追求爱。 我为爱而生, 无论何种爱, 爱知识, 我喜欢阅读很多书, 因为我热爱他们, 我热爱我的工作, 我热爱我的家人和人类。 尽管有时候让我烦恼, 但我也热爱我自己, 连那些讨厌的部分也是美丽的。 你问了一个非常荒谬的问题, 你认为整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我认为, 在此时此刻, 我已经不再去纠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了。 无论是上帝还是大爆炸, 都无所谓了。 我在这里, 这就是事实, 我完全接受了这一点。 我不再去思考为什么我在这里的不可能问题了, 我让科学去寻找证据吧, 让你们去探索太空吧, 我只需要将自己沉浸在这个当下。 你接受自己在这里, 并且会享受此时此刻, 就像你所说的, 你在这里是为了爱。 我认为, 我在这里是为了追寻比我更伟大的事业, 而非仅仅成为一个模范。 这并不是一种美德信号或其他什么东西, 而是我为了更大的事业而奋斗的过程让我感到快乐。 与此相比, 每天只为自己而奋斗是多么无聊啊。 在某种程度上, 这就是我的信仰。 我感恩自己已经处于一个状态, 不必再为自己而奋斗。 而早上的人们必须这样做, 他们每天都在努力争取生存。 我向他们致敬, 因为他们正在为自己而战, 每天都在拯救自己。 而现在, 我不在那个状态中了, 所以我非常幸运, 也非常感激。 我仍然为比我更伟大的事业而奋斗, 但你还相信你可以改变世界吗? 你能成为一种帮助朝鲜或甚至更广泛的减轻全球痛苦的东西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之前在读一本书, 感觉作者非常勇敢, 非常出色, 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为什么我会这么快地学会英语? 为什么我会热爱读书? 我并不知道原因, 这就是随机的。 不要问为什么, 好好享受这一刻吧。 我认为我不知道历史会如何记得我, 但我现在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确保在我离世后, 那些听取我的咨询的安全团队, 能够变得更加聪明。 就像你说的那样, 他们会将暗杀伪装成自杀或车祸。 这样当我死去时, 他们甚至不会知道我被杀害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更高的成功率。 人们正在遭受着苦难, 接受还是放弃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 至少我有责任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 什么也没做, 那你并没有犯错。 但一旦你知道, 却不去采取行动, 那就不对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作为, 我希望人们知道真相。 然后他们想怎么做, 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我的角色在其中非常微不足道。 我希望我们能够像人一样被对待, 因为我们一直被剥夺了人性。 当我们游行和哭泣, 比如领袖去世时, 似乎我们甚至没有同样的情感。 人们无法与我们建立同样的联系。 我认为, 这就是媒体对我们的影响, 而你正在为这个黑暗的世界照亮一盏小灯, 我认为你的一点微光可能会改变那个世界上难以置信的苦难。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能够与你交谈, 我感到非常幸运。 期待你未来的作品, 希望你能写更多的书, 制作更多的视频, 进行更多的交流。 你是我和数百万人的榜样。 感谢你今天与我交谈, 我感到非常荣幸。 再次感谢您收听与Yummy Park的对话。 同时感谢Belcompo, Gala Games, BetterHelp和8thSleep支持本播客, 请在描述中查看他们的信息。 现在让我用Bob Marley的话结束, 宁为自由而死, 不为囚徒而生。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